石虎悄悄潛入 没过多久监视其拍下 他嘴里叼着一只母鸡离开现场 胸前的犯案过程全兜路 担心自己成为石虎下一个目标 果园里的鸡只眼睁睁看着同伴被咬死 园区里400只鸡竟然怕石虎 怕到躲在树上睡觉 每天晚上几乎都是睡在这边 就是树上 就是树上 石虎入侵鸡肥狗跳鸡真的飞起来 飞上树梢来避难 苗里这一处果园内 一共圈养了400多只鸡鸭 近来遭石虎入侵 咬死了6只鸡10只翻鸭 甚至还引来石蟹蒙来讨食 但石虎与石蟹蒙都是暴育类动物 依法禁止捕杀 四主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自我安慰 就算他每一天来吃只鸡 我也无所谓 食物吃一只鸡 等于就是消火一个业障而已 放养的鸡晚上不敢回鸡舍 飞到树上来过夜成为奇观 却因此导致产弹量大减 保育类动物禁止捕杀 四主无奈更希望相关单位帮帮忙 否则损失扩大 谁来赔 记者中正前皇下父母彭心 苗栗报道